太让人好奇了 包拯临终前到底对展昭说了什么 竟让他一夜之间消失了 提起铁面无私的包拯 你肯定会想到他的左膀右臂展昭 可让人奇怪的是 包拯去世后 展昭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无音讯 他到底去了哪呢 这还要从包拯临终前说起 包拯一生是刚正不阿 因此得罪了不少的达官显贵 可皇帝十分信任他 那些官员们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私下里针对他 可展昭时刻跟随在包拯身边 护他周全 于是这帮人不仅记恨包拯 连带着展昭 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包拯深知自己一旦去世 那些鸣枪案件就会设向展昭 到时候就无人护得住他了 于是他在临终前对展昭说道 我去世后你最好是退隐江湖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踪迹 展昭本来就是武林好汉 是因为包拯的百般邀请 才入朝为官的 而包拯一旦去世 他也就没有留下的理由了 再加上包拯的那番叮嘱 于是在包拯去世当晚 他就收拾行囊归隐江湖了 看了展昭的消失之谜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